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昨天新增了三期的确诊病例 市政府公布确诊者的病例足迹 提醒在时间地点有重叠的市民要多注意 另外因应烟风台风来袭 原定7月23、24号进行的第三轮公费疫苗预约施打 将延到7月25号再施打 金融市长牛昌在疫情记者会上公布金融新增的三期确诊者足迹 其中一人是保险业务员 台北市松山护所确诊者及其配偶都是他的客户 两人曾在基隆一友人家中聚餐 金融市政府已经针对这位保险业务员匡列132人进行PCR筛检 并扩大匡列184人进行快筛 这三例大概都跟整个大台北生活圈的朋友的这个传播链有关 首先是案15538 那案15538 这一个是台北市昨天公布的这个指标个案 15515的一个接触者 那30多岁是富邦人寿的这个业务员 那案15515曾经在7月11号跟这个案15538 一同到我们基隆的住在基隆的友人家中聚餐 那这个案15515呢 他在7月15号发病 7月17号确诊 那他是在7月18号呢 通知这个案15538 说他确诊了 那所以我们这个案1538这个个案呢 他自行去买了快筛的一个试剂 来做检测 那是阳性 那他后来前进到医院去呢 进行PCR的一个裁检 之后确诊 因为烟花台风即将来袭 尼奥昌也宣布第三轮公费疫苗预约施打日期 将从7月23号延后到7月25号再执行 提醒预约施打的民众注意 那这个烟花台风非常有可能直接朝着 东北部的这个海域 特别是基隆 那直扑而来 那所以我们预做了一些规划跟准备 也就是我们原本规划在23号跟24号 这个预约平台要施打疫苗的这个时段呢 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取消 所以第三轮的疫苗施打的时间 改为原本的7月25 26 27 28 29这几天 所以也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 金融市政府也决定在7月21号上午 召开扩大防台会议 在防疫的同时加强相关防台工作 以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 金融市议员庄荣卿在议会表示 金融市新冠肺炎死亡率 可说是全国最高 市政府应该要依此 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疫苗才对 也获得市议员陈宜和张浩瀚等议员的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徘徊 金融市议员庄荣卿在议会表示 金融市新冠肺炎死亡率 可以说是全国最高 市政府应该依此向中央争取更多疫苗才对 让已经线上预约的民众 和依照年龄层接种疫苗的64岁以下民众 可以接续施打 不应该停住 也获得市议员陈宜和张浩瀚等议员的支持 上个礼拜五就到65岁 但是到这个礼拜都已经停顿 只是针对的这些各行业的类别在施打 没有针对的64岁以下的这些民众来施打 所以很多民众都在问 因为他没有上网登记 他哪时候可以轮到打疫苗 我想应该本会同学也有很多 都会接受到民众这样子的问题 能够积极的向中央来反应 针对疫苗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尽量给我们基隆 因为我们死亡率是最高的 能够给我们多一点 确诊率多的地方 县市本来就是应该 要有更多的疫苗来保护国人 而且媒体都报道 如果有施打疫苗 他的这个确诊率会降低 他的死亡率 跟他的重症也都相对的都会降低 所以在这边请我们这个市政府 能够积极的向中央 来积极的来建议反应 我们希望说有议约的 他一样可以打 但是没有议约的 还是要按照他的年纪来排 我想这个比较符合公平争议的原则 刚刚我很认同那个庄主席 就是说64岁的长辈优先先打 其实刚才庄主席提案的部分 非常的赞同人支持 那施打顺序的这个建议案 也一并请我们市长一并向中央建议 好不好 另外市议员张浩瀚也希望市政府 向中央反应 许多高龄长辈并不会使用 智慧型手机上网预约接种疫苗 因此建议市府向中央反应 可以维持原有的方式 让高龄长辈可以顺利接种到第二剂疫苗 很多85岁以上的长者 可能他是独居 他没有他的子女的状态 其实他们根本很难会用到 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的相关系统 如果因为他们没有用到 这样的智慧型的一个系统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顺利来做 疫苗的一个接种 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边呢 我还是请市政府来向中央来做一个建议 那针对于高龄长者的部分 那是否可以比照先前的一个模式 来做第二剂疫苗施打的一个政策 而市议员陈宜则是为参加全运会的选手和教练们发声 希望可以先为他们接种疫苗安全比赛 全国运动会是在我们新北比赛 那各个县市的选手高雄屏东县的选手也都会来参赛 那因为选手跟教练 他们没有事先施打疫苗的话 也蛮难去预防这些选手是从哪里来的 希望这些选手跟教练能优先先施打疫苗 而市议员庄景田则是在会后向市长林佑昌反应 在围解封之际即将迎接游客的同时 可以先为基隆市旅馆的防务等人员施打疫苗 降低互相传染的问题 你以后你要拘捕 台市可以行李可以做 但那些业务员穿房间都没有做 不会吧 现在公民 长务才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5月中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重创位在中四路的一家扰人长照中心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48位的员工和住民总共有32位染疫 天行者慈善协会特地结合善心业者 和基隆市议员童子委 制赠防疫物资给一家长照中心 以及其他的安养机构 协助大家继续防疫 5月中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重创位在中四路的一家老人长照中心 疫情最严重时 由于政府和民间都是第一次 遇到这么凶猛的疫情防备不及 处理上也没有很妥当 48位的员工和住民 连同院长本人和家人总共有32位染疫 院长李清文回想起来就心疼和心酸 疫情的确诊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从外籍跟现场的人员确诊以后 所有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护照的都停下来 直接下去做照服员的工作 然后到最后结果是连我的儿子 我的单身 独自跟我的妹妹除公也下去做照服员的工作 两个事后都也确诊 而且应该是在七彩因的时候确诊 然后到了医院端就住了十几十五天左右吧 然后慢慢康复回来 其实肺部都已经禁论到了 然后现在就慢慢调养 事后来调养他们的身体状况 应该都可能要靠中医那些慢慢的辅助他们 你回想这一段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心酸 是很心酸啦 只是希望说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因为我也通告我们的全会 全协会的会员 在这方面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洗肾是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破口是全台湾人都会碰到的 因为洗肾中心它不只是洗 以安养机构的院民 还有外面的一般的市民 谁有确诊谁我们都不知道 那它确诊的进去洗 因为洗肾中心它是一个 全面性开放的洗肾中心 它并不是有一间一间的隔间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更大的感染的疑虑 天行者慈善协会理事长李昌万 和执行长黄永祥 特地结合善心业者万豪传博总经理向燕豪 和当初积极协助一家长照中心处理疫情的 基隆市议员同资委 制证隔离衣以及防护面罩等防疫物资 给一家老人长照中心协助一家继续防疫不放松 这波疫情影响了很多的安养中心 那这一次天行者协会结合了天行者的志工们 还有一些社会的三星人士 我们准备捐赠隔离衣800件 还有防疫面罩800个给所有的安养中心 那期待在这一波的疫情中 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 我想这一次的疫情呢 对我们溢价养护中心来说 受创非常的严重 那我今天要特别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天行者协会 理事长、副理事长 还有我们执行长的用心 特别募集了800件的隔离衣 以及防护面罩等等的 要给我们养护中心、安养中心的一些 这个营运业者一些资源 那我们社会处的吴廷峰处长 也非常关心 一直希望说如果我们有相关的社会资源 可以提供给这些养护中心来做使用 那非常感谢天行者协会 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 我们养护中心等等的这些设备安全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监督卫生局 除了一家老人长照中心之外 一行人也到仁爱之家 恒安长照中心 以及福惠老人长期照顾中心 和机动室诊所协会 分别致政隔离衣 以及防护面罩总共800份 协助三家老人长照机构 和基层诊所医护人员继续共同防疫和抗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现在正值芒果产记 但受到屏东出现Delta病毒群聚 冲击全台芒果满气 凤凰狮子会响应市长林又昌力挺果农 特别像基隆输果行 购买了27箱高级芒果 结合市员何淑萍 将新鲜芒果送给信义区公所的同仁 慰绕他们的辛劳 厕制里头装满一箱箱芒果 里面每一颗都是缩大肥美 散发甜甜香气 这些全都是当季新鲜屏东仿山芒果 全都要送到信义区公所 凤凰师子会师姐们来到信义区公所 捐出27箱新鲜芒果 还有一批酒精及口罩 因为疫情爆发以来 区公所全力防堵疫情 最近更是协助李明施打疫苗 基隆这一连续几日已经加龄了 那我们希望用购买芒果来 买芒果 听果农的活动 持续让我们继续加龄 疫情当中大家那么辛苦 那么的辛苦 又一直在服务大家 然后他们也是最 也最需要保护的一群 所以我们就监省一些口罩 还有那个酒精 还有我们说的 一定要听果农 因为这些果农真的很辛苦 响应金融市长牛昌力挺果农 凤凰市只会向金融苏果商 订了27箱的芒果 不但力挺果农 也帮助在地的水果商 买芒果 挺果农 市长说要挺果农 我们后来会就 买版杉的芒果 挺果农 特地挺果农的行动 买芒果自证给他们 不是要让他们更忙 而是要让他们忙里抽空 来享受这个甜美的芒果 然后另外我们还自证了口罩 因为他们这样子每天 这样服务长者 跑上跑下 口罩有时候都不知道湿了几个 所以说我们特地捐赠了酒精 口罩 也希望他们在服务别人之前 能够照顾好自己 金融高龄者疫苗 陆续开打 新区公所总动员 协助李明 整体的施打率大大提升 那陆陆续续 到昨天为止 我们也施打了 72岁到74岁长者 那确实我们的这个施打率 陆续都有在提升 截至到昨天为止 我们的施打率 新医区都可以达到76点多% 那代表民众对这个 我们的疫苗非常有信心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 我们的70岁到71岁 以及68岁到69岁长者 那陆陆续续一直往下打 那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长者 务必要来施打我们的疫苗 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凤凰是只会持续做爱心 用行动力挺新医区公所 感谢继承同仁守护防疫最前线 替他们加油打气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防疫期间不晓得您是不是会信念各国美食啊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那一咬碎满地的 128层塔皮 配上中间那软到无话可说的奶油内线 普世蛋塔 厚美店老板也心信 那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特制丰盛的一千多盒餐盒 送往五个单位 用实际行动表达感恩的心 传说中的120层塔皮 加上精心调制的奶油内线 进烤箱出炉后 看着会跳舞的表皮 神仙级的甜点 普世蛋塔就上场咯 像我最蛮喜欢他们家的西式甜点 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普世蛋塔 外酥内卵 然后不会太甜 吃起来很好吃 即将迈入一家子的 基隆在地知名高饼店业者 参联多年的高饼冠军宝座 而说到最受欢迎的帝王酥 红豆麻糬饼 掳获人心 不少消费者从小吃豆大 直指这是最凉望的味道 我最喜欢吃真味香的 红豆麻糬饼跟帝王酥 都是他们 产年很多借冠军的饼 他们的面包也都很好吃 对 然后他们现在推出新的是一口酥 有五种口味 都非常好吃 很有特色 近年来多元化经营 加入西点烘焙点心 在疫情期间 积极研发创新口味 以好吃实在为宗旨 要给消费大众最好的味觉饗宴 那我的东西都很新鲜 我给我儿子 两个儿子 跟孙子现在 我说东西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做好吃 客人才会进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客人 就是客人 觉得这个东西都很好吃 我们的和平 定温和平 还没疫情 做到马祖去 不少消费者买着买着 就害老板成为了好朋友 真的很好吃 很新鲜 从我搬来这里20年了 每天都来买 客人都是 客人都说 来这里买买了 都变成好朋友 真的 真的好好哦 就是这一份暖暖的心意 让老板一直对社会充满感恩 在疫情爆发后 凭着自己的力量 以发基地出发 一一打电话给暖暖区公所 消防队派出所 锦三分局 旷工医院 长庚医院 以及布立基隆医院 致赠给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一千多个中西合并的餐盒 为他们加油打气 跟我儿子 跟我媳妇 孙子也出来做了 九个孙子都会做了 一家人我就跟他们商量说 我们来做一个公寓 上次做公寓是用饼 帝王叔 今年比较辛苦 我用一盒餐盒 两百多块的餐盒 我做了一千多盒 对这个疫情有关系 有辛苦的 我都送 老板送暖 不手软 又将暖暖的人情 透过美食 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另外 雁花台风来势汹汹 北台湾的基隆 为了要防台已经开始准备了 但一来看八斗子渔港 就有渔民赶着卸货 还有这个必杀渔港的游艇船主们 首度合资 请来吊车吊挂上岸 怕游艇被撞坏了 渔船一进港赶紧分工合作 把透抽和虾人陆续卸货 一旁工人称重装箱上货车 就怕辛苦捕捞的渔货全没了 基隆正面渔港台风前 积满了卸货的渔船 而同样为了减少损失 基隆碧沙渔港游艇码头区 停满了50多艘的游艇 以前台风都请人在现场看守 但这回烟花台风 影响时间可能超过一天 为了避免游艇碰撞挤来挤去 大家合力出资 请来了大吊车 一一将游艇吊上岸 那个烟花台风过来 这一次看起来蛮大的 那我们必杀港内这些船主都很配合 这黄台的这些措施 然后因为有吊车来就 而且市政府也提供这么大的户地 让我们把这些船能够吊上来 让船主能够安心 以免产生那个不必要的意外 吊车费用是这样子 我们请吊车从早上开始吊 我们先统计一下 要吊的船只 然后一起一次把它吊上来 吊上以后所有的费用 大家一起平摊 市政府产发出人员 一早就在现场 协助船主将游艇吊上岸 系上缆绳固定 做好方台准备 这台风可能会直接同备过来 那这些小船 因为原本都居在这个 会越岐的地区 所以为了安全气垫 传统来说他们小船的部分 都希望能够把它吊上岸置来 比较安全 集中做这个暗置 那今天开始早上就有 在区区的20几艘船 将近30艘船都会进行暗置 那统议由这个吊车来安排 规划把它安排 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金融渔港游艇不敢钓鱼清新 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免计划书 免保证人 七天快速审核 政府帮您付五年的利息哦 已经申请的青年朋友 审查后可延长12个月再缴利息 快拨2427-8090 纾困4.0 政府助您渡南关 金融市民 纾困咨询针线 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 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 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压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钱耶 卖卵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抽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广播剧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定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或者是秀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 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观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融市政府官销处在今年的美丽基隆计划中邀请专业导演进行线上教学课程 不只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能力还教学生拍出专业的作品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年年收到好评的美丽基隆征选活动尽管碰到疫情仍然不停歇 今年加入线上学习课程加汇基隆学生 今年我们特别透过产学合作的方式 那我们准备要举办媒体素养教育课程 希望这些课程能够让孩子学习到接受资讯了解真相 那同时也培养分析跟表达的能力 那慢慢从一个媒体的接收者 那转变成传播正确讯息的人 这是基隆市政府一直以来积极的推动跟努力的这个方向 华世代的媒体素养培养好了 还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哦 在华世代行动传播远离假新闻的计划中 除了教导学生聪明辨别真假新闻外 还教孩子们拍影片 掌握远景中景静景的拍摄技巧 不只可以轻松拍 还可以轻松剪 多练习顺畅后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希望透过华世代行动传播远离假新闻的课程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传递温暖的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